好,现在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供放和我们的有缘音柱用电脑播放 是怎么设置的 首先我们的供放和音箱都接好线之后 供放开机 有缘有缘音柱有的是客户买的是有缘音柱 有缘音柱通电之后 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的音箱是什么模式 像这个我这个为了方便 一次拍完就把供放都放在一起了 这一款是296的型号的 按模式转换的按键 现在是BLU1 屏幕上显示BLU1是蓝牙模式 蓝牙模式的时候你插音频线 连接电脑都是不会响的 按模式转换的按键 这个是收音机模式 再按一下 LRN1的模式是音频线的模式 这个时候插电脑才会响 这个就是9016的型号 它这个是按这个MOD的按键 现在是收音机模式 我们按一下 按键 现在蓝牙模式 LRN1 这个模式下是音频线模式 这个是9010的功放 按一下 现在是我们看屏幕是蓝牙模式 BLU1是蓝牙模式 按下输入选择 按键是现在是87.5是收音机的频率收音机模式 再按下输入选择 转换到LRN1 转换到LRN1是音频线的模式 这一台是机式的 按 现在是收音模式 按MOD的按键 转换到BLU1是蓝牙模式 蓝牙模式 插音频线也不会响 再按一下 LRN1是 音频线的模式 再在8008的功放 按输入选择 现在BLU1是蓝牙模式 按输入选择 AOX 是音频线模式 它有的是LRN1 有的是AOX 这两个才是音频线模式 好 现在我们讲下这个有源音柱 有源音柱 我们通了电子之后 音频线插好 按一下模式切换的按键 音源输入模式 现在音源输入模式 才是音频线模式 插电脑才会响 再按一下 蓝牙模式 这个是蓝牙模式 音源输入模式 音源输入模式 是插电脑的模式 我们的功放 调到 LRN1或者AOX的 音频线模式之后 我们后面的音频线 也一定要插对 音频线我们有 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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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用管它 我们的电脑和 功放连接的音频线 一定要插到这个 音频的输入的上面 音频输入 音频输入 一定不要插错了 这个音频插 音频输出上面 功放 不会响的 就算响了 它的声音也不正常 我们也要插到这个 音频输入的上面 我们配到这个 莲花线 红插红 白插白 这功放都插到 音频输入的上面 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设置电脑了 好 现在我们把功放 调到音频线模式之后 后面的莲花头插线插好之后 我们这一头 3.5的插头插到电脑主机 后面的三个插口 中间的那一个插口 绿色的插口 插上之后我们看电脑的屏幕上面 会摊出这一个窗口 我们点耳机 点下一步 这些都不用管它 点插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找到电脑 右下角这个喇叭 点右键 点声音S 就会出来这一个窗口 这有的我们这个是 有的是把音频传到这个像高清线一样那种的 就把音频传到那个 显示屏上面的 我们如果有的把 3.5的插口插到那个显示屏的上面之后 要转换到 这个是显示屏的上面 把音频设置到显示屏的上面 如果是直接插到电脑主机后面或者前面的话 就会显示这个扬声器 我们要把这个电脑点测试 它就会响 我们的音响就会响 然后把它选 确定使用就可以了 好 刚才那个是我们说是插上这个扬声器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上这个扬声器没有出来 怎么办 现在把它删除禁用 禁用之后 我们这里这个喇叭这里 显示了插 我们点下S 点下这个播放设备 这里没有了 没有了我们就点确定 再重新把它更新一遍 再点插 这里又会正在检测这个音频插口 等会电脑会自动识别出来这个音频插口 正在检测 检测好之后 这个喇叭这里会这个插的会自动取消 现在显示了未插的扬声器 或者耳机 等会检测好之后 这个插会自动取消的 好 这检测检测到音频设备状态了 这插都取消了 咱们点取消 好 再点这个喇叭下面这个 点右键 打开声音S 找到这个播放 第一项这个选项播放设备 这扬声器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点测试 就出来了 点确定就可以了